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少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250多万藏族人民约占西藏全区人口总数的92% 此外还有汉族、回族、文巴族、陆巴族、陆族、纳西族、蒙古族、利素族、土族、独龙族、满族等民族 以及登人和夏尔巴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规定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级地方行政区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 在自治地方内享有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主权 到1958年底 中国已经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一批少数民族的自治州、自治县等 1956年西藏成立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准备在适当的时机成立西藏自治区 赋予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虽然1959年发生了武装叛乱 但这一历史进程并没有被打乱 1961年为了促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日实现 加强西藏的政权建设 中央决定经过普选建立西藏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 这是西藏历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事 对曾经连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的农路来说 选举代表组成权力机关 对自己的事说了算 真还有些陌生 当时自治区筹委会选择几个乡作为基层普选的试点 拉萨市堆荣德庆县古荣乡是其中之一 18岁以上的乡民都有权参加投票选举 10岁以上的图定 这种特殊的选举方式叫做逗选 在候选人的背后放着一个碗 选举人愿意选谁 就在谁背后的碗里放一颗豌豆 1961年7月 农奴出身的强巴扎西被选为人民代表 高高兴兴的到乡里参加对龙德庆县古龙乡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乡人民委员会 古龙乡人民委员会是西藏第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乡人民委员会 两年后在山南地区的乃东县 经过选举产生了人民委员会 成为西藏第一批县级人民政府之一 新当选的县长扎西兼赞出身浓奴 在当选的16名县人民委员会委员中 有13名是藏族 到1965年8月 西藏县一级人民委员会的选举工作基本结束 并选举产生了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坐在代表席上的一共有301人 其中藏族代表226人 汉族代表59人 还有门八族 洛八族 回族等民族的代表16人 在藏族代表中绝大多数是翻身浓奴 我们到时候也是很热闹的 很高兴的 我不单是现在翻身结盟 我还代表啊 经过吴济明投票选举 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 阿佩阿旺进委当选为自治区主席 37名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中 既有普通民众的代表 也有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和宗教界人士 9月9日上午会议举行闭幕式 阿佩阿旺进委宣布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从此以后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始终在西藏得以执行和实施 在西藏县级直接选举中 当地居民的参卷率都超过了90% 有些地方甚至达到百分之百 在选举出的人大代表中 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所占的比例 在自治区和地势两级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县乡镇两级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西藏各级政府机构里 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占据了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今天的西藏 人民不仅依法享有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同时还充分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和本民族事务的自治权利 据统计 自一九六五年以来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共制定超过了两百件地方性法规和担经条例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 如有不适合西藏自治区实际情况的自治区可以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 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此外 西藏自治区立法机关还可以根据授权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制定实施国家有关法律的变通条例和补充规定 通过对国家法律政策依法进行变通执行 来有效地保障西藏当地公民的特殊利益